老师要起立吗 老师要起立吗 起立 不是啊 班长 老师好 老师好 很老礼貌 我刚刚讲到哪里呢 我刚刚在讲什么呢 我刚刚在讲什么呢 我想起来了 我们刚刚在讲相反对不对 A-B的相反是什么 B-A 我们透过什么符号来办到相反这件事情 负号 绝对值是拿来干什么 去负号 去负号跟去正号 去掉方向绝对值的目的是这样 绝对值一下去之后 它就没有正号也没有负号 可是呢我们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会说绝对值之后的答案 就是正数了 可是有一个特殊情况绝对值 下下去会变成零 零 零有没有正数负数 对 绝对值出来的答案可以是零 绝对值出来的答案有哪一个 哪一个情况我们会说不可能 不可能是负的 不可能是负的对不对 可不可以是正的 可以 我们接受这样的答案了解吗 接受这样的答案 所以绝对值下去之后 就是我这样给他绝对值下去之后呢 这样绝对值下去之后呢 蛤 你觉得会得到多少呢 不见 得到 他的头发就不见了 好 绝对值下去之后可不可以出现负数 没有 所以如果他说绝对值出来的答案等于负一 你会说什么 无解 无解 找不到这样子的数字 所以没有这样子的答案 可以吗 那负号是拿来干嘛 负号拿来干什么 负号相反 相反 抵消 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先不要写作业了 同学谢谢 先不要写作业了 A-B 跟B-A 我们会说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相反 所以A-B跟B-A 我只要在B-A的前面放了一个负号 B-A相反就会变成他 了解意思吗 那当然呢 我也可以这么做嘛 我只要在 我只要在A-B的前面放一个负号 就会变成什么 我都认为下课了 然后是这样 最后是A-B的相反 会变什么 B-A 把黑板这个再写一次 应该可以不用看吧 应该可以不用看 可以自己写吧 然后写完之后 再跟黑板对一下 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 请问一下 A-B 是由哪里 牛到哪里 A-B 由哪里开始牛 来请问一下 A-B 是从哪里量到哪里 从B 来要写喔 从B 量到A 那B-A 那B-A呢 从哪里量到哪里 一样从这里 但是它的开始地方不一样 它是从A开始 刚刚那个是从B开始 从B开始 从A量到B 开始 开始一定是在这里 这里一定是开始 然后这个是终点 所以它们两个会刚好相反 它们两个一个是从B量到A 一个是从A量到B 一个是从A量到B 两个的方向刚好相反 所以它们刚好相反 所以我们透过负号来 让它们两个相等 你写好了吗 你写好了吗 整个黑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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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考考你 考考你 这个 A-B-C 写看看 A-B-C A-B-C的相反 B-C加A加 A-B-C的相反 A-B-C的相反 试看看 题目要写 题目要写 不错了 你们的笔记有进步 记得一定是由左而右 由上而下 每一笔 每一话都要认真写 我们堂成为韦脱舞 韦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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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就是韦脱舞 你明明就有笑 暗不用笑的 韦脱舞 你坐得到 来 靠过来 靠过来 不要靠到墙边去 都快贴到那边去了 我是知道窗边很不错 让我一点思考空间 试看看 试看看 大胆一点 写错没有关系 什么叫做A-B-C的相反 你蛮厉害的 什么叫做A-B-C的相反 写错简单打个X就好了 不要 题目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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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先写前 题目先写前 其实想法很简单的 来 请问下A-B的相反 B-A 请问下 太大本 请问下A-C的相反 C-A 没有它 没有它 最合理的猜测会怎么写 如果他们两个都有 没有它 B-A 没有它 C-A 如果他们两个都有呢 C-A 加B C-B 再一次 没有它 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 一直都是在被减 C啊 谁在被减 A-C的相反变什么 A-C的相反变 C-A A-B的相反呢 A-B加A 都A 都是谁被减 A 因为如果这个遮起来 你们就不会讲 C-A C加A C加B A-C加B 所以我先不遮它 因为遮它 你们会想不清楚 所以请问下 这个会等于多少 C-B加A A-B B加B A-B B加B A-B 写对的请举手 A-B 放下 C-B A加B C-A加B C-A加B 你只不过把加B 写到后面去而已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我就跟你们讲说 不要刷 你就要刷了 我有发现了 很要刷的 我就让你在 假设 假设我这里写错了 假设我这里写错了 你就整个圈起来 旁边打个叉 你把它刷下 早上你就不知道 冬秋是错在哪里 冬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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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住人 我留住人 跟我的台语说 才不会连回 你是不是以前 都在台湾本岛 我也是正在念完 国中之后才离开的 对 你是读就说国中之后 是啊 我是你们的学姐 姐好 姐姐好 所以你们可以叫我学姐 我可以 我可以 老学姐 老 如果你要加那个字的话 我就不准你讲 好 ok 好 那个 我早上带了100块钱 我买了饮料一瓶多少钱 20元 哦这么便宜哦 10块钱就有了 没有啊 看你要哪一种的旅服 然后再买个三明治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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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买什么三明治 好 25的 然后 好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然后了 谢谢 再然后也可以 然后 再一个那个烧肉汉堡 烧肉汉堡多少钱 45 哦 好 请问一 好 45 烧肉汉堡45块钱 这样这样薄了没 可以可以薄了 好 再加一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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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块的 好 这个是谁的早餐 等一下先说啊 谁的早餐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他是说他要这样吃才吃着饱 你这样还吃不饱吗 两杯奶 等一下 没有 我说这样你还吃不饱吗 吃得饱 吃得饱就好了 好先这样 请问一下 我除了这样算以外 我还可以怎么算 先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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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一百 减 减 十 加 25 加 15 然后 然后 没有然后啊 他们两个就相等了 对啦 对啦 这样算了 这样算是同样的嘛 嗯 是不是这样 是 是啦 所以说这是开启的钱吗 开启的钱 没有 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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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可以 让启的 来 这个可以写做什么 B A A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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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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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可以喔 可以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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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所以说 这个的 特并 不就是 A C 这个的 特并 那不就是等于 这两个数的特并 所以会等于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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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 C ц N C C G D C C C 负A 加B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 是一样的 可以吗 减A 加B加C 减A 我们把减A拿到前面去就变成负A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再来注意看 注意比较一下 也可以这样直接想 注意看 看这版 A-B-C相反 也可以一个一个看相反 一个一个看相反 A的相反 负A 减B的相反 加B 减C的相反 加C 加C A-B-C 我们可以改写 注意看再回顾一次把它弄懂 A-B-C 我可以看的是A-B加C 对不对 所以上面这个数的相反 就等于下面这个数的相反 那下面这个数的相反 就是直接把这两个相减 对不对 颠倒 好吗 所以A-B A-B A-C 这个东西的相反 就等于倒过来B加C-A 相反 所以得到这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移位一下 这个移到前面来 这两个移到后面来 然后再对照一下 你就会看到 A-B-C 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看相反 是什么数 正数 我这样讲是不对的 它叫做 反正就是这里没有写 我不晓得它是负还是正 A是正数 负数我不知道 就是 就是A A这个数 A这个数 我刚刚不应该讲它是正数 就是A A这个数的相反 就是负A 对不对 可以喔 注意听我怎么讲 A这个数的相反叫做负A 所以这个是读做负 在这里面这个是读做什么符号 减V 的相反变什么 加V 减跟加是相反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减C的相反变什么 加C 把这整个写在笔记本上 从头到尾自己写 看懂自己写 对 那这里的道理是从我们 买早餐这边来讲 因为两个数相减的相反 就是把那两个数的相减 颠倒减 打早餐那一下 早餐那一个你自己决定 然后 好 这个自己写 最后会变什么 最后会变什么 来自己写 来写在笔记本上 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写在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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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画图 要画图 对 那三个图应该还蛮好画的 四个图 四个图对 你少了一个简 好 写看看 来如果没有那个星星你会吗 我会啊 好写 没有星星 写看看 没有星星的话 这个符号就读做 附 来要写哦 这个读做什么 夹 夹 夹夹夹夹 夹夹夹夹夹 这个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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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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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拆括号 括号要不见 为什么你要画这么多箭头 这样我看了我的灰气 为了我的眼力着想 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这么做 不然我看到你我的公意 这个叫做一起算 一起看相反 对不对 那我刚刚已经教你们怎么一个一个看相反了 这个叫做一个一个把早餐的钱扣掉 那我也可以怎样 把早餐的钱总共要花掉多少钱 一次扣掉 我也可以分开慢慢扣掉 先拿饮料的钱给人家 再拿三明治的钱给人家 再拿那个什么宝 烧肉宝 烧肉宝的钱给人家 那我也可以一次拿这么多钱给他不是吗 括号的意思就是我要一次 一次给他 我要这一个全部一起来看他的相反 那我也可以分开看相反 既然我要分开看相反 这个一起来看相反 本来有括号 我分开看之后还会有括号吗 不会呢 本来会有括号 我分开看之后就没有括号 所以来注意看这里 我一起这一整个东西的相反 等于分开一个一个看相反 请问这个符号的相反是什么 回答的错 这个符号的相反是什么 他的相反就在他的前面加 这个是什么 减他的相反就变什么 加 对啊 这一个 加上他的相反呢 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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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举手 方向 有 好 他很厉害 那个 太过了 诶 你们的这个是有换过吗 有 有 你本来应该是在郑亚萍的位置 是不是 有 对啊 你本来在这里嘛 啊你们那个座位表没有换 我是从那边换过来这边 黄一龙 你就是黄一龙 好 怎样 没事 好没事没事没事 好那座位表是对的 没什么事 他的姐姐是我教的 9年级的学生 他姐姐目前在9年2班 他姐姐目前在9年2班 好 好 来再一次 首先 这个符号怎么读 很重要哦 这个符号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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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答案 符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后面这一个相反 对不对 好 一个一个相反 写写写 冠号的意思是 一起来看相反 那我现在要去冠号 我要分开看相反 我要分开看 那至于什么时候要一起看 什么时候要分开看 你要看解题方便 什么解题比较好 你要看题目来决定 一定要写哦 伯瀚要写哦 你会一不小心就 我就遗失你了这样 不是不是 他就跑掉了 突然就不见了 没有 就是他的心神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你协在哪里 你看连你再找都要找半天的 我不会找得更辛苦吗 所以由左右由上有下 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塞 不要再跳回去塞 我都这样 就 是 对 你没有发现你刚刚找 照理讲我应该在这边找 可是因为你跳到这眼 你还觉得意思吗 你只要看这一条 我们是都没有 看完这个啊 我都运了 谁有自信你的答案一定是对的 连一个都没有 谁最没有自信的请举手 我最没有自信的 最没有自信的你上来 上来写 不对的不对的 我会给你打吗 感觉会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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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复复A 跟他写一样的 简举手 一个啊 放下 哎 你有知音 这个答案是对的 什么叫做复复A 对 他只不过没有把它合起来而已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会写什么答案 我们会写复复A 什么叫做复复A A的相反 啊再相反会变什么 我跟你讲很简 有没有谁会倒立的 来来来来 你今天要倒立吗 你可以马上倒立吗 没关系 没关系啊 青菜啊 来 来过来 老师 我们班没有一个人会 你们班竟然有 来倒立 谢谢 要吃饭果还是 你 老板 要倒立 就是 你本来这样不是吗 你本来要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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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倒立 浸菜 你只要可以倒立就好 你本来要倒立 好 随便你啦 看你要怎么倒立 很困难吗 你做啦 你要翻是不是 你怕门会会掉 好 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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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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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很厉害很厉害 欸 你看倒立多久 不知道喔 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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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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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什么意思呢 一本带 一本带站这样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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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给他 我给他一个什么符号 他就要倒过来 对 我给他一个负号 他就要倒过来 就会变这样 给他一个负号 给他一个负号 就变这样对不对 他倒过来之后 我要怎么让他翻回来呢 再一个负号 所以请问一下 如果我给他十个负号 他到底是会是这样 还是这样 这样 还是 A 还是B A 我给他一个负号 他就从这里变这里 对不对 再给他一个负号 他就从这里到这里对不对 对啊 如果我给十个负号 他到底会长这样 还是长这样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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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讲复复得证我就同意你了 因为它两个孵化就变成原来的模样 可是我觉得你讲复复得证我还是不太喜欢 正复复夹 来等一下 给他一个孵化他是不是倒立过来 再给一个孵化呢 所以两个孵化有什么功能 我觉得你说他是正的我觉得 我不是那么样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 对还原比复复得证还要好 了解在讲什么吗 我给你一个孵化他就倒立了嘛 对不对 再给一个孵化还原回去了 所以复复还原 对不对 来 所以来 等一下等一下慢慢来 所以A B 这个人呢本来是这样 我给他一个孵化他就会变成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 复号 注意看 复号几个的时候 来复号几个的时候会在这里 一三五一 一个 两个的时候在这里 对对看那一把 再给一个复号 再给一个复号 跑到这里来对对 再给一个复号 二五六 再给一个复号 也就是说 只要是 偶数 偶数的 都通通都是A 没错 只要是 奇数的 奇数的 奇数 好 复复复复复复 复复复 然后我说 小心哦 这里 这个负号我总共写了 今年是2016年 请问最后的图形长相 等一下不要讲 写 不讲写 来题目 题目要写 所以说人变成怎样就好吗 画图 就是最后的人是长这样呢 还是长那样 哦好OK 那个 我要我要我要你画最后人的长相 我敢不说正立是 我敢不说站这样就正 倒过来就负 没有 没有我没说想正想负哦 要不说我说什么 要不可以 好 那要不说想正想负 我也可以说我的道病是我的正 要不可以吗 正手 道手是我们又好 我们说好 对啊 我也可以说这是我的正手啊 要不说我如果说这是我的正手 我就和你买好啊 要干嘛 我就没办法跟你沟通了 好 来这个整个图要画 然后告诉我最后的图形 长什么样子画出来 我要你画档案 画 画 来画出来 把档案画出来 所以 1数就是这样的 5数就是这样的吗 小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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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写错了哦 嗯哼哼 要小心哦 看清楚哦 嗯哼哼 老师 好了吗 还没 还没 好的 请你检查哦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被我骗哦 不是啊 就是会写错 被老师骗哦 其实不是我骗你 是你自己没有搞清楚 应该三到 嗯 我 呃 倒立的到 正的都看看 那我骗你 那我骗你 我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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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骗你 首先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 附号一个倒过来的意思是 我从哪里开始讲 一开始 我的一开始 是用这一个开始讲 随听哦 我用这一个开始讲 我用他加力 所以老实说啦 我应该要 我应该要这样 前面还要再加上这个人 这个也是一样 前面还要再加上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这个的重点 我是从他里开始 从他里开始 随听哦 随听哦 我从他开始哦 加了一个负号 他就翻过来了 从他开始哦 所以加一个负号 所以加一个负号 已经倒立了 我再加一个负号 他就翻回来 了解 在讲什么 就是 本来是这样哦 本来是这样 注意看 注意看 本来是这样 加了一个负号 他就倒过来了 再加一个负号 第二个负号 他就翻回来 对不对 再加一个负号 他就翻下来 我是从他开始哦 请你把刚刚刚刚刚叫你做笔记的这一个圈起来 然后每一个数字的旁边要加上这一个人 非常的重要 我不是用这一个开始的哦 我是用这一个开始哦 我是用这一个开始哦 我以他开始 他的相反就是倒立 好 请一下这一题的答案 倒立的 倒立 这一题的答案是 倒立 答对的请举手 厉害 好强哦 放下 很强 没有被我骗了 所以我刚刚有给你们强带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倒立不代表他就是负的 了解大家讲什么吗 没有人家这样说 一定要往前就正往后就负啦 没什么事情啦 我们那边说好谁 正负只是我们跟人家沟通的一个方法 约好就好 没有说一定是上楼就正下楼就负 不一定 看你要怎么说 那这一个的意思是 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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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加了一个负号 他就变正了嘛 对不对 了解哦 那结果呢 2016那不就偶数吗 对啊 每两次就还原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负负得症比较好 还是负负得还原比较好 负负得还原 有感觉到了吗 有 请你在这上面写上那几个字 负负得还原 可以 你可以写在他的下面 负负得到还原 就是得到原来的样子 负负得还原 所以你看嘛 这边负负两个一对 偶数嘛 还原 还原成这一个模样 本来是什么样子 他就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刚刚的这一个负负得还原 所以就是A加B-C 所以我才说他们的答案是对的 所以答案是A加B-C 我没道理过 我回去再试看看 好 好 再来 好 再来 好 那个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有讲那个13-6 对不对 13-6 注意看看那版 很简单的东西而已 看那版 我知道答案是7 关键是怎么想 13-6在做什么事情 从6 从大的减小的 从大的减小的 那就是6量到13 所以答案一定是正的 然后从6量到 从6量到这里 从6量到这里 就是相当于是把它当成什么 把它当成0 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当成0呢 6-6 减6是一个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怎么让它变0呢 对 所以我可以透过 注意看喔 减掉6 我可以透过什么呢 加上它的相反 对不对 因为6 跟-6 就会抵消 对不对 所以我减掉6 我想要让它归0 我的目标是归0 这个想法非常的重要 请你们好好的放在脑海里面 减掉0 就是我想要让它归0 因为你要从这里量到这里嘛 最简单就是这里最好是0嘛 对不对 我要从这里量到这里 我就希望这里是0 那我希望这里是0 看那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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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它是0 我希望它是0 我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 我怎么把6变0 6-6 6-6 对 -6就可以让它变0了 对不对 除了这样以外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它抵消掉 我可以加上它的相反 对不对 所以去看 那减掉6等于是加 什么 加上它的相反 有看到吗 减掉6 相当于是加上它的相反 所以 所以 注意看 注意看喔 所以 刚刚我们的 -A-B-C 我前面如果多了一个D 看那版 看那版 减掉这一串 不就相当于是要把这个 归零吗 看那版喔 那我要怎么把它归零呢 我要怎么把它归零 我要怎么把这整个归零 D B加上 A- - - A-B-C 我要把这一整个归零 那我就加上它的相反 我就加上它的相反 好先这样就好 不然你们也听不上去 那个 来 班长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同学 来 笔记收过来 这张明天 明天我们有课 那这张明天要交给我 明天还会再发一张新的 所以早上就要交 明天早日休休就要收给我 我会问一下 努力 你一下 他家部 一下 成像